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个前提 但是呢 没有很好的特效药 不见得就没有药物治疗 比如说我们很多中层药 也有效果的 我们有一些抗病毒的药物 西药也是可以用的 我们这个试料当中 总的能说 最好的 药物一个身体 你身体要好 棒棒的 你比如说我们病毒性肺炎 严重的话 一个星期十天可以 你把它悠过去了 它就会慢慢的好转 我们就在这一个星期十天 半个月之内 要帮它 好转过来 保证它 活过来 不让它死过去 所以说最好的药物 就是身体 棒棒的 再就是心态要好 第三个 就是要起好 活好 休息好 哪些好的块 所以说我说 最好的治疗 一个是身体棒 再一个心态好 再一个起好 保护好 睡好 这是最好的治疗 它的传染性强可怕 病人数很多 可怕 但是从这个疾病来说 我们都有办法 医生都有办法 学大闻都可以救过来 不许 要不过 我们一起加油 多管理 没事吧